最近我看到了一些消息 想要跟这个本地的马自达粉丝分享一下 最近呢就有国外媒体报道呢 原本专属于北美市场的 Mazda CX50 呢 将会化身国际化车型 而且接下来会在中国上市 而其他的市场呢也有机会 作为一款颜值非常出色 内装非常有质感的车型 我相信不少的马自达粉丝都非常期待这款车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 Mazda 的 CX50 最近买了新车想为车子添加一些实用的小工具吗 当当70麦的年末大出销来了 你要这个非常热门的Dashcam有 你要这个Jumpstar的Powerbank也有 还是你要这个吸尘器都有 70麦应有尽有 你要什么都有 只需要登录Auto Toyota 买 输入以下的优惠码 你就可以享有最高30块的折扣 而且凡购买产品呢 你都可以享有两样小赠品 同样的价值30块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全马来西亚包邮 包括东马的朋友都可以享有包邮的优惠哦 机会不可错过 快点登录Auto Toyota 买 抢购你想要的产品吧 首先呢我们现在捋一捋这个 Mazda 以后的产品规划 在未来它的 SUV 产品呢 不会再有这样是 CS5 啊 CS3 啊 CS7 啊 CS9 等等的命名 而是变成后面多一个零 也就是像是 CS30 CS50 CS60 跟 CS90 等等的分类 而原本在原厂的规划呢 CS50 这款车是一款专属于北美市场的车型 它采用的是前轮驱动 并不是像 CS6 一样的后轮驱动 这款车还有几个特点 就是原厂主打它是一辆硬派的越野车款 但是呢它的平台是跟着一个 CS30 还有 Mazda 3 共享 所以基本上呢它是一个前轮驱动为主的车款 但是在北美市场呢这款车全车系都漂白了 All-wheel drive 所以它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轻度越野能力 不过有一个比较可惜的点啊 就是它的后悬调跟这个 Mazda 3 还有这个 CS30 一样都是 Torsion Beam 根据原厂的计划呢这款车在未来会逐步取代这个 CS5 的地位 所以可以看出这款车是原厂寄予厚望的一款车型 虽然说这款车是采用 Mazda 3 的平台打造 而且它是未来逐步取代 CS5 但是它的车身尺码非常的大 但单车长就达到了 4,179mm 这个车身长度呢只是比 Camby 短一点点而已 你可以想象到这款车多长吗 目前的 CS5 呢它的车身长度大概是在 4,500 到 4,600 左右 所以可以看出这一个 CS50 长大了不少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轴距同样的也放大到 2814mm 参考一下目前的 CS5 轴距是 2700mm 所以内部的空间表现应该会比起 CS5 来更大 因为我们都知道 Mazda 的车款呢 它的这个空间表现其实会偏小一点 更大的轴距代表着空间放大 使用性也会更高 这个是我个人很期待这个 CS50 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在外观设计的部分 Mazda 一直都不会让我们失望 我们看一下这个 CS50 的外观设计 其实它的整个头灯组的设计呢 跟这个车头的设计跟目前的 CS5 是有点类似 但是它更为粗犷 可以看到车身采用了非常多的防刮材质 来凸显它这个越野的这个感觉 至于在车尾的部分采用了时下流行的 3D LED 尾灯组 整台车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帅气 我个人是这个视觉系动物 所以我觉得这款车的这个外观设计也好啊 它的内装设计也好 都非常符合我的需求 对的 既然讲到内装设计的话 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内装 跟之前所有的 Mazza 车款一样 这款车的内装设计采用了非常多的高质感材质打造 包括了像是这个木纹材质还有真皮材质 整个内装看起来就非常的豪华 我个人觉得这个内装设计甚至不输给 BBA 也就是 Mercedes-Benz B&W 还有 Audi 你只能看这款车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这款车除了外观设计很好看 内装很豪华之外 它的安全性也非常的强 因为原厂为它配备了升级版的 i FD-SEN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如果你是看它的功能 跟之前的i FD-SEN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原厂针对这个算法 还有处理器的运算速度都进行了加强 所以它的侦测速度更快 精度更高 可以给你一个更为安全的行车过程 除此之外呢 这款车也在美国的 IIHS 进行了撞击测试 它获得了最最最顶级的这个 TOF Safety Peak Plus 所以安全部分呢 不需要担心过多 相信马来西亚版本也是一样的 在引擎配置的部分呢 这款车在北美市场呢 只有两个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2.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2.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在自然进气引擎的部分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87HP 至于那个涡轮增压引擎的部分呢 就要看这个汽油的品质啦 它的马力从227HP到256HP不等 主要看你使用的燃油等级 另外呢它的峰值扭力表现是420Nm 全车系都是标配6速的自排变速箱 还有全轮驱动系统 因为这款车主打户外运动嘛 不过我们相信呢 如果这款车引进到海外市场之后呢 它的引擎会有更多的选项 例如说这个2.0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甚至是这个2.2公升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我们都应该会在这款车上面看到 甚至是在CS60上面的2.5公升插电式混合动力引擎 都有可能在这款车上面看到 我们以这个CS60作为参考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306HP 0-100的加速只需要5.8秒 这个是目前Mazda最强的这一个XUV车款 如果CS50可以获得这个引擎配置的话 我相信这个动力表现应该会很出色 不过价钱应该也不会便宜啦 影片的最后就讲到这款车 会不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了 目前我们收到的消息是 这款车可能会在明年的上半年 在这个中国市场登陆 所以既然它走出了海外市场 我们相信它应该也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毕竟马来西亚市场的CS5真的需要一个接班人 但是呢根据我们之前获得的消息 CS5的小改款车型很有可能在明年发布 那么马来西亚如果有了CS50的话 它会不会跟CS5一起销售 还是直接停产CS5来这个CS50呢? 这一点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需要等待原厂更多的消息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啦 明年这个CKD的这个CS30一定会来啦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CS50有兴趣的话 我们接下来会为大家一直追踪这款车的消息 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